單看一張圖片,你能為它撰寫標題嗎? 再透過提示小卡,你能思辨出這是什麼樣的時空背景與事件嗎? 媒體素養桌遊透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媒體素養教育基地的推廣 讓民眾了解現今充實媒體素養思辨訊息的重要性 這個桌遊它的設計其實是模擬一個新聞台的記者 他們去跑新聞的時候,他們可能會針對一個事件去做下標 但是這個下標的同時,有時候我們在第一事件 案發現場的第一時間,其實我們看到的新聞未必是全面的跟完整的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桌遊去讓小朋友或者是讓民眾去了解到 我們有時候很常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常會收到一些網路的訊息 或者是一些LINE的訊息之類的 像可能我的長輩可能就會很常發一些LINE的新聞給我 然後但它其實是內容農場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桌遊就是讓大家去更觀察自己的周遭 然後去判斷就是在還沒有確定這個新聞是真的還是假的時候 就是不要去散播假的訊息 另外這套桌遊公平無私,透過介紹公用頻道的特性與靜用性 讓民眾從而了解公用頻道,增加使用頻率與內容多元性 就比如說我發貼文在一般頻道的話,我們的熱度就會很高嘛 但是呢就是我們在玩遊戲的過程中呢,我們可能會遇到一些新山色的事件 那我可能就會被懲罰這樣子 或者是我可能就是會功能牌裡面可能就會有那種降低熱量 就是我會去做一些事情去陷害別人,然後降低它的熱度這樣子 那如果我發公用頻道的話呢,其實公用頻道是不能就是一樣嘛 就是不能發心山色這樣子嘛 但是公用頻道呢就不會有像是什麼降低你的流量啊,什麼之類的這種操作這樣子 因為公用頻道就是讓大家鼓勵大家去使用,所以它就不能去害別人這樣子 對,就是不能像YouTube可能會出現黃標啊,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希望透過這個遊戲讓大家多去了解跟去禁用我們的公用頻道 就是聽講座可能我聽三分鐘我就無聊了這樣子 那如果透過桌遊,就是老師們講的知識他們吸收之外 然後我們也可以透過桌遊讓他們寓教於樂 然後可以讓他們透過這個桌遊引發他們的一些興趣 然後去進而了解媒體素養到底是什麼這樣子 台師大媒體素養教育基地推廣媒體素養桌遊 從國小一直到大學,甚至海外,香港,印尼,馬來西亞都有下載授權來玩 不少教師曾稱讚,這堂課是出席率最高的一堂課 參與遊戲者的回饋都表示更了解媒體生態,明辨媒體訊息 記者溫文君,台北報導 你在報告 編出席率輨在教育forcement Healthcare Network 你要解釋一下,這個確定要緊實立法 嘞這麼正 owning人才能去參與